今天我们念佛 功夫能不能得力 关键在你能不能放下 你放下它就得力了 你要是不能放下 它就起了障碍了 这个不可以束缚 特别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多灾多难 在全世界历史里面找不到 我们碰到了 对念佛人来讲 我们遇到今天这个环境 是好死不是坏死 为什么呢 让我们真正感触到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值得留念 你看看 这世界上每天多少人自杀 这些自杀的人可怜 没有遇到佛法了 他要遇到尽忠 要知道这个法门 他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 决定的神 他念佛 他念佛 决定成就 这过人语言不一样 他一生当中就是没有遇到缘 这些对这个世界 这些对这个世界 产生厌离之心 遇到佛法就成功了 我们遇到佛法 这些对这个世界 还有贪念 去不了 可是记住 如果真的灾难陷阱 你要抓紧机会 不能再贪念 由一丝毫贪念 就去不了 那又去搞轮回了 一丝毫贪念都没有 我们这一生就走了 就去不了